自从爸爸去哪第三季播出之后 微博热搜几乎被诺依报办 最夸张的是只换了个发型这样一件小事 居然也能瞬间冲上热搜榜首 原因是帅出新高度 小诺依也无愧爸爸去哪三的颜值担当 除了天生的好长相之外 在最近的景影中诺依也开始施展自己的搞笑天赋 最新一期爸爸三中 诺依和爸爸刘热学习恶搞新人王宝强 让宝强十分崩溃 接受采访时不得不表示 感觉大家的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 而于夏天在节目中各种亲密表现 也让两人顺理成章的成为众多观众 一致看好的荧幕小cp 但红遍影平和网络之后 看似神经大条 实则心思细腻的刘热 早已规划好了儿子将来的生活 节目结束之后 诺依就会减少露面 希望大家忘了诺依这个人 私下还会用很严厉的态度告诉诺依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 只是爸爸让不喜欢你的人都见不到你 世界上肯定有人不喜欢你 希望以此提收诺依以后 面对挫折和委屈的能力 自从爸爸去哪儿第三季播出之后 微博热搜几乎被诺依报办 最夸张的是只换了个发型这样一件小事 居然也能瞬间冲上热搜榜首 原因是帅出新高度 小诺依也无愧爸爸去哪儿三的颜值担当 除了天生的好长相之外 在最近的节目中诺依也开始施展自己的搞笑天赋 最新一期爸爸三中 诺依和爸爸留夜学习恶搞新人王宝强 让宝强十分崩溃 接受采访时不得不表示 感觉大家的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 而于夏天在节目中各种亲密表现 也让两人顺理成章的成为众多观众 一致看好的荧幕小cp 但红遍影平和网络之后 看似神经大条 实则心思细腻的留夜 早已规划好了儿子将来的生活 节目结束之后 诺依就会减少露面 希望大家忘了诺依这个人 私下还会用很严厉的态度告诉诺依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 只是爸爸让不喜欢你的人都见不到你 世界上肯定有人不喜欢你 希望以此提收诺依以后 面对挫折和委屈的能力